一把頭皮按摩梳 不但可以按摩頭皮 還可以梳直頭髮 甚至讓髮根比較蓬鬆 解救高壓緊繃的頭皮喔 哈囉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編輯正方 大家現在是不是都比較不再用梳子了呢 最近啊我發現了一個梳子的禮盒 真的非常的厲害喔 拿給你們看一下 你看這絕對是一個精品的梳子 因為現在啊 很多人就想說梳子就是梳一梳頭髮嘛 就隨便買個一兩百塊的梳子來梳 可是這一個Burman的這個梳子禮盒 真的是非常的驚人 你看附了一個梳子跟一個鏡子 那我們先來看看這到底是什麼梳子 它這個其實呢叫做SPA大銀梳 你看整個銀色非常的漂亮 其實是法國的一個精品品牌的梳子 它叫做多功能按摩梳 而且它是全手工打造的 那上面有珠中錨跟尼龍梳子 比較長的尼龍梳子就是拿來按摩頭皮的 促進血液循環 那短的這個就是順便要梳理頭髮的 珠中錨呢在梳理頭髮的時候呢 它其實呢它比較不會刮傷你的毛鈴片 那並且呢也可以把這些油脂的分泌 分泌的更均勻 然後更 更好梳理頭髮一些 這樣手工打造的梳子呢 第一個按摩頭皮 第二個梳理你的頭髮 讓你的頭髮呢都是健康的 第三個呢有接髮的朋友 這一支是非常適合給你 不會扯掉你接髮的這些接點啊 接髮的人需要梳理頭髮 並且需要按摩頭皮 一把頭皮按摩書 其實可以幫頭皮做很好的按摩 那你知道頭皮按摩有多麼的重要嗎 其實按摩頭皮對頭髮 絕對是有非常好的功效 一個人如果有在按摩頭皮 跟沒有按摩頭皮 其實他的頭髮的狀況 一定會差非常多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現代人的壓力是非常大的 所以呢其實我們累積的壓力呢 在身體就會讓我們肩頸酸痛 可是在頭皮呢 就會讓我們的頭皮緊繃 緊繃的頭皮 就會讓你有落髮的問題 手的話的確是 最適合按摩頭皮的 但是因為其實手是需要經過專業訓練 那如果你沒有辦法在家裡這樣做的時候 其實你也可以利用我們的小法寶 就是我們的按摩書 那你選擇按摩書的話 它的好處就是很快速 可以直接的幫你 直接針對整個大面積的頭皮 然後刺激血點 按摩的動作不到位的話 你很難按摩到痛點 所以一般我們在按摩的時候 會希望能夠有一個很良好的工具 那我們會比較建議就是好的按摩書 那你去按摩的時候 在書的時候就可以很容易達到循環的效果 那其實頭皮按摩它有非常多的好處 首先它當然可以出現我們的頭皮的血液循環 那你會發現很多小女生頭上都很多小天線小細毛 就是因為它頭皮生長出來的頭髮是不健康的 那我們透過按摩的方式讓頭皮血液循環是良好的 然後再來有些頭皮是非常僵硬 那我們透過按摩的方式可以讓頭皮回復彈性 女生都希望臉部是連輕提拉的 那你也可以透過頭皮按摩的提拉的手法 讓臉部是年輕的 其實我們都會建議所有的女生基本上要至少要兩把頭皮的按摩數據 因為我們要知道按摩頭皮最好的時機點在哪邊 我們第一個會在我們的洗髮前先幫助你頭皮舒緩 然後幫頭上這些髒汙把它去除掉 第二個會在起床之後 起床之後我們都會需要梳理頭髮 那我們會透過這些專業的數據 幫助這些頭皮分泌的良好的油脂分泌在整個頭髮髮絲上面 讓你的頭髮更柔順更健康 市面上有很多頭皮的按摩書 他們其實又叫做板書 像我今天要介紹這個GHD的方形板書 你看它是真的是算是市面上蠻大面積的一個板書 那我自己很喜歡這一支板書 因為它的面積很大 所以直接在梳理頭皮的時候它的面積就很大 一梳就覺得哇 它的這些齒梳啊 就直接打通我頭皮的任督二脈 就覺得這樣梳梳其實蠻舒服的 像你們在梳這種按摩梳的時候啊 其實最好建議是在就是洗頭髮之前梳一下 就可以把你頭髮的一些打結還有灰塵梳掉 然後就可以讓你的頭皮放鬆 頭皮一放鬆 等一下你洗頭的時候就會更舒服了 還有另外一支啊 就是也是歷史蠻長久的一個這個 Polmetra的這個編號427的大板書 這支板書之前也有明星非常的喜歡 那它也是一個就是可以用來做頭皮按摩 因為你看它也是有一個氣墊的效果 所以呢在梳頭的時候很舒服 那這一個板書的這個齒針上面 還有一顆顆小小的白色的按摩球 它其實可以讓你在梳頭髮的時候 哇 直接就是按摩刺激頭皮 這把梳子梳起來跟剛剛那把有點不太一樣 就是一個是有圓珠珠的 一個是圓珠珠比較小的 其實就是看你自己習慣的方式 每一把梳子真的可以試梳一下 真的還滿舒服的耶 基本上我在選擇氣墊髮梳的時候 最重要的第一個就是它的木柄一定要清 因為你要用它來敲頭嘛 如果太重的話其實是不好操控的 再來你可以壓一壓這個氣墊 看一下它的氣墊是不是柔軟的 然後我會多檢查一個地方 就是檢查它的上面的這個梳針是不是軟的 因為你要用它來敲你的頭 如果梳針是硬的 其實都會傷到你的頭皮 第一個的話就是你可以使用按壓的方式 對 你可以用按壓的方式去按壓你的頭皮 那另外你也可以用畫圓的方式 對 可以刺激你的頭皮的血點 最後你可以直接非常豪邁的 去敲打你的頭皮 敲打你的肩膀 都可以達到放鬆跟按摩的效果 剛剛AVADA的髮型師介紹他們 他們相當受到歡迎的木質髮梳 就是有大的跟隨形版嘛 那其實我發現他們家還有一個很特別 真的是很多品牌沒有出的一把梳子 叫做去角質的髮梳 那大家可以仔細看一看 這個梳子的尺針它不是一根一根的 它是一個環形的 它的目的是在你洗頭髮之前 先梳完頭髮就是可以一邊梳 因為很多人常常去做那個頭皮的檢測 發現那個毛囊裡面都堆了很多角質 很難洗掉 其實用這個梳子輕輕在洗頭髮之前 這樣梳一梳 哇 頭皮其實有被按摩到 而且其實如果你真的頭質很油 可能裡面真的會卡很多很多的角質頭皮 所以很建議夏天想要清爽頭皮 也可以試試看這一把梳子 它這支梳子非常棒 我們很多客人都非常喜歡 那你可以看得到它這個是石木的 那還有最重要是它這個氣墊呢 它是橡膠裡面有加負離子 可以讓那個頭髮的靜電是產生比較減少的 所以當我們在梳的時候它是可以讓靜電減少 那還有一個最重要是這個木頭 它是一體成型 那這個圓球它也有加大加寬 所以當你在梳的時候那個著力點是很容易 梳的時候達到按摩 而且可以讓你的循環變更舒服的感覺 剛剛阿老師介紹了這個Kent的這個頭皮按摩梳 也是百年的經典 那它這種梳子因為是用了這個橘木做 所以是沒有辦法用水清洗的 除了這個英國的百年的老牌子之外呢 我這邊還要再加碼推薦就是這個雅尼加 來自義大利的百年 也是一個皇室運用的精品梳子 他們自己也推出了這個頭皮的按摩梳 那他們的頭皮按摩梳 我覺得梳起來也非常的舒服 因為他們的尺針其實跟Kent比起來 Kent的紙針就比較粗一點 上面的按摩力是跟尺針是一體成型的 那這個雅尼加的這個頭皮的按摩梳 他們沒有上面那個圓珠 就只是尖尖的 其實梳起來 我覺得還更有刺激感 也很舒服 然後一樣有這個氣墊的設計 就算是會有刺激感 可是都不會痛 而且就是非常的療癒 那頭皮按摩梳 到底要怎麼清洗保持它的乾淨呢 那像我知道 像有一些頭皮的按摩梳啊 其實是可以水洗的 像是Aveda的這一支頭皮按摩梳 那髮型師就建議啊 你可以把它泡在水裡面水洗 那因為它裡面是有氣墊嘛 所以你洗完之後 記得一定要壓一下氣墊 把裡面的水分全部擠出來 然後倒著放 大概放一兩天 它裡面的水就會乾了 所以就可以拿出來用了 那可是有一些梳子 其實是不建議洗的 像是這種用這種高級橘木做的梳子 它其實不太建議用水洗 那該怎麼辦呢 如果上面有卡到一些頭髮 其實你可以去市面上 找這種刷具的一個清潔刷 那Kent他們自己也有出 可以清理梳子的刷具 就是輕輕的這樣子一刷 裡面卡到的頭髮就全部下來了 那梳子這個有氣墊的這一面 應該要怎麼清洗呢 其實你也可以去找一下 這種坊間有這種 梳具的清潔噴霧 就是一般人可能就是用酒精 把它噴一噴 把它擦掉就好 可是呢這個梳具的清潔液啊 它其實就是噴一下 然後很快就乾了 它就可以做好表面的清潔 也是很方便的 在使用這些頭皮按摩梳的時候啊 老師還有一些小提醒 可以不會造成頭皮的傷害喔 那我這邊也分享一下 就是它的齒梳啊 其實有兩種排列 它的橫梳的方式呢 是交錯的 所以你只要這樣橫梳 你的頭髮會越梳越蓬鬆 那可是如果是直梳 它是平行的齒梳 所以呢如果說你是 髮尾糾結的時候 你可以先這樣握住你的頭髮 然後輕輕的梳把它梳開 對 那如果說最後梳完了之後 你想要蓬鬆 你就非常大面積的豪邁的 把它梳開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不太會建議梳子會去共用在每個人的 或是朋友這些 因為它還是會有一些髒汙會殘留在上面 那由於這些衛生的實踐 我們會建議就是每個人就是有自己的數據最好 以上啊就是我今天介紹的好幾款頭皮按摩梳 其實如果下午在辦公室昏昏欲睡 拿來梳一下按摩一下 真的就會神清氣爽 那你還有什麼關於其他髮型彩妝保養的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我們下個禮拜五再見 掰掰